大家好,我是Cindy,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本期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秋冬内搭大盘点 这是我推荐的第一套秋冬穿搭 秋冬我还是很喜欢穿这种一体式的连衣裙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款的黑色打底的设计 比较容易搭配出时尚的感觉 它的亮点是有一个小的背心 这个背心是和裙子连在一起的 是非常简单的小蝴蝶结的形状 搭配黑色的裙子还是很有亮点 我个人会选择搭配一个bling bling的耳饰 这样一个金属的耳饰可以提升整个衣服的质感 也是增加了点睛的一笔 这个耳饰在灯光底下会散发出金属的光泽 整体的感觉还是比较的摩登范 这样的裙子呢我个人觉得非常的百搭 一体式的很方便 平时在外面随意搭配外套或者风衣都非常的好看 这是我推荐的第二套秋冬穿搭 非常简单的款式 它是一个打底的衣服 再加上一个竖条纹的宽腿裤子 非常阳气 打底衫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面料 面料是有一点丝绒的感觉 上面还有一些半镂空的logo 很特别 作为打底衫来说 款式简单使用 但也不乏一些设计的元素 除了我身上穿的这个紫色 还有粉色黑色等多个颜色选择 也是比较热卖的一个款式了 下半身可以随意搭配休闲裤或者牛仔裤 配饰上我选择搭配了一个紫罗蓝色的花瓣耳坠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这是我推荐的第三套秋冬穿搭 在刚才打底衫的基础上 我加上了一件和裤子同色系的小西装 这件小西装的袖口很特别 是可以拆卸的花边设计 同时我配戴上蓝色的耳坠和西装的细节相互印 这个西装的款式是我喜欢的casual smile的风格 平时上班穿或者休闲时候穿都可以 竖条纹的设计显得人比直而干练 冬天冷的时候 直接在外面搭上一个长款的外套就可以了 这是我推荐的第四套穿搭 里面是一个高领的毛衣 外面再搭配一个吊带的绿色百折长裙 特别喜欢裙子的设计 是不规则的百折的下摆 随性中又不失优雅 裙子的面料选择很考究 在灯光下会散发出哑光的效果 如果作为单穿出席活动是很不错的 在整个造型上我搭配了一个扇形的耳环 增加了一点民族的抑郁元素 整体显得还挺特别的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选择其他风格的配饰 应该也会诠释出不一样的风格哦 这是我推荐的第五套秋冬穿搭 它是有一点像风衣款的连体式裙子 中间有花边的细节设计是肌腰带的 穿起来还特别的修身 它的料子摸起来很舒服 穿在身上很轻薄 可以让人联想到春天万物复苏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裙子特别适合在初春的时候来穿搭 里面可以内搭贴身的保暖衣 那如果是在秋冬穿的话 外面可以加上一件外套 搭配起来也是比较随性的 这套穿搭的饰品搭配 我选择了一个类似于孔雀羽毛形状的紫色耳坠 墨绿色和紫色都是属于比较有韵味的颜色 整个搭配起来充满了灵性 这是我推荐的第六套秋冬穿搭 小西装穿起来比较休闲 是我喜欢的casual smart风格 我配的是一个方格的耳环 显得比较有棱角 更多了一份造型感 它的特色是西装的腰带两边都有带子 裤子的配套设计也是一样的 两边都有带子 这个带子是松紧式的 系起来的话呢 显得就比较修身 那如果是散开穿的话就比较随性 也是休闲的另外一种穿法 近年来比较流行这种复古底纹设计的小西装 整体穿起来也是非常的时尚和洋气的 以上就是六套秋冬内搭的不同演绎 你喜欢哪一套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哟